大家好,我们是挖家 居家物品太多,怎么放还是很乱,真是令人头痛 如何整齐又能保持美感呢? 今天我们开箱10款白色收纳好物 一起来看看要怎么运用在家里的各个区域呢 看下去之前,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首先来看书桌区的收纳品 这款抽屉式收纳盒,CP值很高 它可以和其他架子收纳盒做搭配使用 本身是没有卡榫的,所以可以直接将整个抽屉拿出来 底部有四个凸起的地方,是用来固定叠加的 收纳盒这样使用起来真的很方便 抽屉抽拉的时候不会感觉卡卡的,很顺 尺寸大小用来放一些笔和纸胶带很适合 纸胶带也能放到很多卷 可以加上增高架一起来使用 把收纳盒放到下方,可以放四个 尺寸刚刚好,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 可以放上许多小物件,还能进行分类 方便又使用,整体CP值提高了不少 增高架,再增加一个层板 就可以有更多的变化和收纳空间 在层板上放上摆饰,旁边加上笔筒 架高的空间就可以放iPad或是小收纳盒 增添了层次感,因此增高架除了可以放电脑键盘以外 这也是另一种选择 这款九格抽屉收纳盒格子很多 小物品多的人收纳分类会很方便 放隐形眼镜、发夹、视频等都很方便 而且上方有卡榫 在拉抽屉的时候不怕整个掉出来 但像这样往上拉,抽屉就可以整个拿出来了 很适合小物品多的人 像这样放在书桌上 这样可以很好分类自己的物品 找东西也会比较方便 接下来是这款,壁挂收纳盒 只需要用无痕背胶贴在墙壁就可以使用 而且放在浴室很方便 大小刚好可以放隐形眼镜、棉花棒等 早上洗脸的时候拿隐形眼镜 洗澡后用棉花棒也很顺手 虽然它是开盖式收纳盒 但是它竟然还防水,真的很好用 推荐给不喜欢桌上堆满东西的挖粉哦 纸胶带是很多人喜欢买的文具 尤其不小心就会买很多 这时候有一个收纳盒就会很方便 这款纸胶带收纳盒外形简约 摆在桌上很可爱 宽1.5公分的纸胶带最多可以放到五卷 虽然宽版的一下就满了 但是因为可以垂直叠加 所以还是可以收很多 收纳盒质感也很不错 这款桌上型书架 组装非常的简单 而且还能依照个人喜好需求 去调整使用的长度 而且它能有四种变化非常好用 小孩子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先调整到适合长度 再依序放入书本、收纳盒、笔筒等 这样小孩子书架就完成了 如果是大人的书桌 因为书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长度 再放上电子产品、时钟、笔筒 这样另一种书架也完成了 这款书架CP值真的很高 推荐给常常需要做变化的挖粉 接下来是厨房区收纳品 平常碗盘、杯子等 因为有时候会全部叠在一起等干 看起来感觉很凌乱 这款碗盘立水架 属于卡位设计 不需要任何螺丝 这样简单就可以卡进去了 重量也不重 一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安装了 而且它的清洗也很方便 立水架底部是网格底座 洗完碗需要立干时 这样很快就能干了 水盘还有一根管子 只要将管子通到水槽 水盘里的水就会流到水槽 根本不需要倒水很方便 立水架本身的空间很足够 碗、盘、杯子、刀子、剪刀、砧板都能放 就不用一次买很多个收纳架了 碗干了可用碗架进行收纳 这样可放更多的碗 看起来也会更整齐 这款大创的网格收纳栏 在使用前记得要先量放的地方的长、宽 再进行购买会比较好 要抓3-5公分的误差值 有些柜子像这个地方是有5斤的 所以也需要扣掉5斤的部分哦 目前有卖有把手的和没把手的 推荐这款是有把手的 因为取用的时候比较方便 在购买时可以先想收纳栏要装什么 避免物品太高 超过收纳栏太多时 拿的时候容易倒 在放置时要注意快过期的要放前面 备品则是放在最后面 当东西太多该怎么收纳呢? 可以用这款IKEA的收纳推车来进行收纳 好推又耐重 这种推车在厨房备料的时候很方便 通风的食材可以直接放在最上面那一层 或是用分层架 这样调味料就会很整齐 第二种可以放在客厅 第一层适合放茶包或咖啡 可以放到收纳盒中看起来比较整齐 第二层适合放杯子或马克杯 第三层可以放一些零食 再想喝饮料吃东西就可以一次拿起了 加上砧板就是小吧台了 也可以放在工作场所使用 第一层可以放常用的文具 再放上砧板 第二层适合放平常生活物品 例如茶杯、卫生纸等 第三层则是放会用到的工具书 在工作上使用非常方便 工作要记录拿卫生纸都可以顺手拿去 而且因为砧板有杂乱的小物通通都被盖起来了 在厨房例如冰箱旁边的空隙 这里也可以好好利用 记得要量一下就可以买窄一点的细缝收纳推车了 可以放上煮饭比较常用的酱料保鲜膜等 在煮饭需要酱料的时候这样简单就可以取得了 最后是卧室区收纳 电线很多放在外面又很乱 这款漂亮的电线插座收纳盒 两面都有理线孔空间很大 将延长线插座和线材都放进去后 盖上盖子就可以防止灰尘进入 这样可以保护设备的清洁和安全 上面的凹槽也可以放一些小东西 让桌面保持整洁 这种收纳盒非常适合在家中或办公室使用 想增加使用收纳量 但是没有空间又不想买柜子 洞洞板就很适合 洞洞板的配件多 变化能力强 可以放多种物品 还可以做展示柜 洞洞板可以放在长出入的位置 不想打孔的人 可以搭配免钉螺丝贴 用吊挂的方式来固定 长型收纳层板 可摆上心爱公仔 植栽等物品 使用挂钩 就可以放上钥匙 帽子等物品 随手拿取就可以出门 搭配层板 高低交错的摆设 放上迷你植栽 可营造出层次的美感 怎么会不让人喜爱 今天推荐了几款CP值高的收纳小物 哪一款是你最喜欢的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让小编知道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 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 任何疑难杂症 欢迎留言或私讯 追踪IG看密集 加入社团 还有各种达人帮你 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锁定挖扎每周三更新 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